你可以计划和准备自己喜欢的一切 但是你仍然还没有准备好要孩子 妈咪 当你没有孩子时 每天都会是新的冒险 抓到你了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选择你的武器 蓝博 你无法活着离开这场战斗的 我们不收俘虏 这是战争 尝尝这个 头发攻击 耶 我赢了 一旦你有了孩子 战争游戏便会迈上一个全新的台阶 我有一个婴儿食品手榴弹 我有一种新的生物武器 转机机枪 我需要后援 儿子掩护你的妈妈 现在进攻 哦不 每个人都受伤了 我们的命令是 离开战场 躺在沙发上 很棒的战斗 当你没有孩子时 购物是一个好好犒劳自己的机会 这是给你的 亲爱的 哇 真是太棒了 我们甚至还有剩下的钱 我也只想要新的游戏机 我也只想要这个手镯 谢谢宝贝 这是一次很棒的购物之旅 有了孩子 购物很不一样 亲爱的 我回来了 你为什么哭 亲爱的 看 我给你买了新药布 还有一件新的连体 干得好 亲爱的 这是剩下的现金 这是所有剩下的吗 我拿着 谢谢 当我们决定一起看电影时 我们两个人很难达成共识 为什么我们总是要看你的动作片 因为它们很有趣 看 一切都会爆炸的 酷 你不这么认为吗 你对电影一无所知 但是 当房子里有孩子时 立即就会知道 是谁在为家庭选择电影 耶 每个人都喜欢的动画 我们爱汤姆和杰瑞 不幸的是 爸爸对动画一无所知 当他们停止 互相追逐时 叫醒我 一个真正的男人 可以自己修理水龙头 他一点也不怕水 谁是最好的 我是最棒的 一个抱着婴儿的真正的男人 可以自己换尿布 太臭了 别担心 孩子爸爸会搞定的 这里也有一条小溪 但是不一样 不过结果是一样的 谁是最好的 我是最好的 当你没有孩子时 你可以跳舞直到天亮 每晚都去派对 你永远都不会耗尽能量 快点 告诉我们 你都会什么 整夜都可以玩 当你有孩子时 他们是唯一开心的人 他们从哪儿得到 所有这些能量的 我们等不及 他们累了 然后我们所有人 都可以上床睡觉 当你没有孩子时 你可以成为公园的女王 全世界只是你拍摄的好地方 哇 好漂亮 当你和孩子一起散步时 婴儿车成为你主要的配饰 哦 看看妈妈的小王子 我们拍张照片 亲爱的 你这是我的宝贝 小心你的裙子 绿王 在你没有孩子时 你可以和朋友一起玩扑克 我有一对 他有什么 嘿 德州扑克先生 绝对在骗人 我跟 但是 当你有孩子时 你的游戏会更加精彩 唯有两个字母 啊 运气不好 赌注很高 但是即使你只是在玩宝贝积木 也必须保持自己的扑克牌脸 没有孩子时锻炼 这是很好的锻炼 再做三个 和孩子一起锻炼 老实说 这仍然是很好的锻炼方法 再打一次喷嚏 你就可以自己把它哄上床 当只有你们两个在一起时 每一天都是从闹钟开始 还有一点早晨的浪漫 当你有家人时 你的一天不是从闹钟开始的 而是从孩子们的尖叫开始的 妈咪 爸爸 该起床了 起来 我们饿了 别睡觉了 忘了早上的浪漫吧 父母 当只有你们两个在一起时 每顿晚餐都是浪漫的机会 你今晚看起来真美 宝贝 这会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当你有孩子时 每一次浪漫的晚餐 都是讨论用什么颜色 刷墙壁的机会 因为无论如何 你的孩子都不会让你们享受彼此的陪伴的 你真正能做的就是吃 当只有你们两个在一起时 你们可以整晚都观看YouTube视频 没有什么可以打扰你们 当你有孩子时 请做好准备 现在你正在破碎的手机上观看YouTube视频 但这还不是全部 他接下来要打破电视 我们的孩子是一个技术神童 当你有孩子时 你不能像以前一样盯着手机看几个小时 盯着婴儿车 爸爸 哦不 我的宝贝 哎呀 谢天谢地 里面没有人 等等 我的孩子在哪 亲爱的 一切还好吗 亲爱的 你爸爸有点习惯 要习惯 你喜欢有孩子之前和有孩子之后的夫妻的生活吗 那么就在下面写下评论并告诉我们 你觉得哪个更有趣 有孩子还是没有孩子 亲爱的朋友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点赞和点击铃铛 不要错过乌乌上任何搞笑的新视频哦